在今天的幸福旅行單元當中呢 我們也要帶各位來參觀的是一個 在香港有五十年老字號的這個飯店 那雖然說它是有五十年歷史 可是它的服務的那種優質 跟它經驗的傳承是值得我們推許的 最重要的是領養設計師 我知道它在一年半之前整個大翻新對不對 對 沒錯 因為它是一個有歷史的一個人 之前我們講說一個老的飯店 但是呢 它因為它位於在市中心 嗯 九樓市中心喔 對 所以說它非常適合就是我們講說 來這邊購物 逛街這樣的一個入住的飯店 所以它在一年半前 它整個從外觀內部裝修之後 它這樣重新把它改裝 像在Lobby的部分呢 我們就可以看到非常時尚的一個設計 OK 它真的很氣派耶 非常的氣派 我們就看到它白色波浪狀的這樣的一個感覺 然後再加上它用一個黑白色系這樣的來搭配 那我們就可以看到老飯店其實它在裝修之後呢 它就呈現了一個非常現代時尚的一個感覺 不過我們當然也知道 因為它是老建築 它的建築結構體沒有改 只是外觀跟內在重新裝潢跟拉提嘛 對 沒錯 所以它本身結構上還有一些先天的條件 就好比說其實它每個樓層的挑高並不高 對 廊道的部分 它都有用挑版的部分用鏡面 去做一個所謂反射的一個效果 那我們視覺上呢 能夠看起來的時候 能夠讓它感覺是一個非常挑高的感覺 對 然後在每一層樓的電梯口這一個地方呢 它其實現在已經擺設了很多用所謂的裝置藝術 好讓人家進來的時候其實 這個是耳目幻然一新的感覺 視覺的焦點是看到它的那個沙發啦 或是有小客廳的移道氛圍而忘了它的挑高 對 所以老建築用一些這個設計裝潢的手法 可以讓視覺效果有完全不一樣的感覺 對 像這種部分就可以其實 我們在住家裡面在運用的時候 有時候量比較低 這種情況我們都可以用這樣的方式來做運用 OK 接著下來呢 我們帶各位去看一下 它在房間的設計主題上也有些不同 我們要看的這一間是水療房 對 那你不用出門到SPA中心 在你的房間內呢 就可以完成所有的水療課程喔 其實這間房間一看喔 就會跟別的設計的那個感覺不一樣在於 它位於空間的比例其實佔得相當高耶 對啊 我們一進來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房間 其實它臥室的部分跟浴室的部分呢 它佔的比例將近就是1比1的比例 對 沒錯 所以這個其實像我們看到這個房型 其實它滿適合說我們在 一般設計在主臥室裡面 為什麼呢 結果我們看到我們這個部分喔 我身後這邊的中導台這種感覺 它其實做起來它有它的功能性 但是呢 它那個又像是一種所謂的無障礙空間的感覺 因為它結合了什麼樣的東西 它結合了一個書桌 它也結合了我們的化妝台 而且它另外 在另外一面呢 它整個就是一個洗手台的那種概念 所以這個在一個我們的一個臥室裡面呢 它可以運用這樣的一個設計 然後當作一個我們所謂的無障礙空間的一個區隔的感覺 它整個動線就是環繞在這個中心的部分喔 對 沒錯 特別是我常看過很多這個主人家的空間啊 如果主臥房夠大的話 他們通常都會想要有一種設計 就是有一些飯店式管理的設計 對 好比他還想要有一個 比方說喝茶喝水的地方不用特別出去 是的 所以我覺得這裡還結合像這樣子的功能 然後以一個中導的這個環形動線完成的話 對 還不會來喔 對 蠻新穎的設計 對 所以說你看它中導的概念裡面 就像剛剛千宇提到的 它在底下的部分其實都還有一些收納的空間 所以這種在我們住家裡面 它是非常適合這樣的一個設計 既然說到這是一間水療SPA 或者是它有一個這個menu 可以讓你選擇你要做什麼療程為主的客房 所以相對的你可以看到它後面 配備很齊全耶 對 因為它適合一個水療 所以它的裡面設計裡面 它包含到一個它是它的蒸汽室 然後那小耳間 然後這是在一起的 然後它還有一個非常大的浴缸 那就是一個水療的浴缸 OK 所以你看在我們右手邊這個區域 就整合了它要做療程的一些所需的設備跟功能 對 沒錯 左手邊這個區域就睡眠區囉 睡眠區的部分其實我們有強調說 它這一間的因為是一個老飯店去裝修過 所以說你可以看到它的色調 它其實以黑白還紅 這樣的一個時尚的設計的感覺來搭配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它在水療SPA區的部分 跟我們睡眠區的部分呢 它在地板的部分做得非常好的一個區隔 在那一邊它用的是一個食材的一個地面 那我們在睡眠區這一邊呢 它就用了一個木地板的這樣的一個區隔開來 那邊怕水貓喔 所以用食材 對 OK 轉到這邊來看的話 它睡眠區就還蠻簡潔俐落的時尚感喔 對啊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床頭這邊的時候 它其實你看 它床頭的是用黑灰色 灰色那個布料的一個泡棉 Binco的一樣設計感 那再加上它的色系上 我們剛剛有提到說 它用灰色 白色 紅色 這樣來搭配顯現它一個現代感的感覺 其實這個睡眠區看過去就是很明顯的色塊 對 灰色的一個色塊 然後後面那一張很大很搶眼的椅子 是一個色塊 紅色的 對 然後當上白色床單 顏色上面並不複雜喔 對 所以它看起來是非常俐落現代感 那我們如果說覺得這樣太單調的時候 其實我們可以用什麼樣的方式去 再另外搭配到那裡豐富性呢 我們可以看到它的地毯 雖然也是灰色跟紅色這樣來搭配 但是你可以看到紅色的部分 它是一個圓圈圈各個圈狀的感覺 所以這個在視覺效果看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發現到 它帶另外一種豐富的一個效果在裡面 比較低調那一面 不會一眼就看到了喔 對 沒錯 可是我想講它一個很貼心的地方耶 這個老飯店重新翻新之後 它很科技化 就好比我跟大家講 我這次來香港拍外前我掉了手機 然後我想說我真的想怎麼辦的時候 你知道嗎 這邊 它這邊這隻手機喔 其實呢 除了可以讓你在房間裡面用 它也可以帶出去 就整個香港的區域 只要撥到你房間的號碼喔 就是轉接到你的房號 你在任何一個地方買東西吃東西 shopping的時候都還可以接到家人打來的電話 對 所以這是老飯店 你看它除了在整修 裝修重新裝修之外 它在3C產品這個部分 有幫顧客啊 這樣做一個非常貼心的一個設計 很強喔 如果我迷路的話 我只要按鈴 就可以接到這邊的櫃台 然後它就可以指引我 再回到這個飯店來了 對 真的很不錯喔 是 而且另外呢 它的這個3C產品 強還強 代表它的電視 你有試過嗎 它還可以上網耶 它的電視現在 跟它的電腦已經做了一個結合 總而言之呢 它真的除了裝潢上面 也有讓人耳目一新之外 在科技產品上 還蠻符合現代人的需求 是 下次如果有來到九龍市中心的話 推薦你這家酒店 是很棒的選擇喔 今天也非常謝謝林楊設計師囉 謝謝